說一說 其實我婆婆在三月中的時候 發覺是有福武藍 這樣是很罕有的 其實就是在膽管 下去十二指牆那個位 那裡就是原發點 然後當她知道的時候已經是擴散 擴散到她的胰狀很多地方 但是她是不同的 是很神奇的她不同 然後我知道之後 醫生也說是末期的 所以我每一天都可以去探望她 在醫院探望她 我都去探望她 如果可以下午去的 下午去 可以晚上去的 就晚上去 每一天都會有一次或兩次的調整 那麼 她真的整個過程都不是很痛 但是她會覺得舒服 那麼 她後來就跟我說 她說 你的長生學真的非常之有效 你每一次幫我做完 我都覺得很舒服 那麼 接著她就說 我現在明白 為何你這麼努力 去把長生學去宣揚開去 你做得很好 謝謝 謝謝萬一人師傅 其實到她離開的時候 她是準備了兩三天才開始痛 那麼這個 在醫生和護士來說 都覺得是非常非常之不可思議的 因為她已經是漲得很厲害 但是她真的 真的在最後兩三天才說 跟那時候才說 是想吃治痛藥的 整個過程都沒有吃治痛藥的 OK 謝謝 謝謝